哈喽,大家好,大家好,这里是麦子学,我是讲师老卢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程中讲的是第四节的第三小节课程 我们看一下百度问答营销,我们该如何去进行账户的单件 那么在前面的课程我们大概得认识过,对吧 那么这一节课程我们会谈的是关于怎么在百度推广客户端中进行操作 我们把PPT放大,我们看一下 问答营销的展现位置先来简单认识一下 这个的话是不是有很多的同学也看到过,对吧 你看一下这个是什么,车鞋,平安车鞋 这个的话其实不是他自己去做的 但是的话已经被别人的一些广告,别人的问答去做了 我们在这一块选择知道 这个的话是我们经常有人去这样搜索的 我们可以来自己去模拟一下 你遇到一个这个产品,你想了解一下它的一些深度 想了解一下它的一些功能,包括一些疾病,对吧 都有去搜索的,我们在这里面 在这个位置去搜索什么呢 好,SEM培训 哪家好 也许我们不一定会在百度这个网页这个位置去搜索 看到吗 我们不一定会在这个一块去搜索 我们大部分人会去选择在百度知道 看到吗 选择这一块 在这里面进行搜索 我们可以点击进去看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推广 这一块的话是什么呢 是2015年4月份 这些的话是一个自然品牌去做的 在这个位置有个推广 那么之前的话在这一排是有广告投放的 那么由于魏哲熙世界 那么这一块的话导致它开始做一些调整 做一些调整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呢 近期的一些培训 什么什么 这个的话其实可以去做的 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 你看网售哪家好哪家更好 对不对 其实这些的话都是自己去做的 自己去做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一块选择什么进工厂 自问自答模式 我们可以点看一下 你看都是什么 都是净价的一些问题 回答数 回答这些回答这些 我们可以把这个打开 这个话是什么呢 你看一下之前的话 在这个位置也有一个推广 那么现在的话 他这一块也取消了 在这个位置有个推广 有个推广 往下拉 往下拉 这块他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们看一下 我们去搜索其他的 保险购买 或者是说 小孩买什么保险比较好 买 我的键盘不是很好使 OK 我们这样去搜索看一下 能不能找到我们想要的 推荐答案 这只是说是给出的是一个推荐答案 他没有说是品牌推广的那些 好 我们再去搜索一个平安测写看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平安测写哪家好 我现在的话都是没有的 那么之前的话 这是有的这两天的话 百度的话 正在还在调整 还在调整 那如果一出现的话 它是像这种样式的 像这种样式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推广 有一个推广 那回答者的话是这家企业 你可以换成你平安测写什么 是你自己的测写 是你自己的测写 有时候还有一个是什么 我们选择去提交这个问题的时候 也有可能影响我们这个排名 好 平安测写怎么样 我们去搜索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 现在的话 它就是百度经验 百度经验 好我们再看一下 把这个PPT放大 这个的话是问答样式 问答样式 你看一下 在百度之道里面看到了吗 是在百度之道里面 然后是什么 平安测写的一些服务 那么还有一个是百度百科 百度百科 平安测写 平安测写 其实这个的话 也还是你自己的企业 自己设立的问题 然后自己提交的答案 自己提交的答案 你看 怎么才能出现呢 在百度之道的平台 利用百度通用词进行提交 提提问 产品加提问 产品加提问 你看一下 平安测写怎么样 服务如何 怎么样 好不好 或者是说 与另外一家来进行对比 这个话是说百度知道的一些技巧 一些技巧 那么我们点开的时候看到的是这个页面 把这个一点开 就这个啊 这个看到什么 这一块是他自己平安 中国平安保险 他自己去写的 你看服务怎么样 然后从价格 或服务来去区分 来去区分 看一下这一块 这一块 有这些 价格方面什么 这些的话都是自己去写 自己去提交的 那么像这种样式的话 我们在哪里去进行提交呢 我们会在课程中讲到 那么问答应销 它的一个售卖机制 或者说它的一个销售策略 购买流程 销售策略的话 它的投放方式的话 通过推广助手 看到了吗 它不是通过网页端进行操作的 是在百度推广助手 也就是说经常说的 百度推广的一个客户端 那么物料的展现 问答物料展现的话 它只是展现在知道频道 也就是说在其他频道的话 它是不展现的 那么创意的数量是什么 每个账户的话有多套 问答物料 问答物料 那么每个推广计划下面的问答单元 每个推广下面单元的话 又可以设置十个问题 也就是说相当于是有五条创意 那么这个的话最多可以设置四条 我们设置五条 五条问答 五条问答 那么还有什么呢 价格就是按点击付费 按点击付费 这个跟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个的话 搜索推广啊 一些图片啊 那个是有一定区别的 图片的话 它是按月 点击的话 搜索推广 它是按点击的付费 包括网盟推广也是一样的 那么关键词这些的话 购买任意的关键词都可以生效 但是你在设置问题的时候就要与用户去搜索这个需求相关 需求相关 购买的流程啊 购买的流程的话这个也是比较简单啊 购买流程也是比较简单 我们看一下怎么去整 怎么去整 看一下这个是他的一个流程 在客户端中也就是经常很多人说的一个叫百度推广的助手 来百度推广的助手 在这个位置我们先首先打开 这个就是他的客户端 客户端在哪里下载呢 我就不去讲啊 这个太简单了 然后进入 进入搜索推广 这块的话是正在下载 1592523565 然后点击验证 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问答营销 看到吗 点开问答营销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账户啊 他的账户好 我们点开 好 现在点击立即下载下载物料 好 因为没有物料 所以他这块写实的就是马上完成 还有在这个位置选择账户成级 账户成级的话是一个需要上传 长层宽都是80项数的一个 logo 就是一张图片 那么推广计划的话 它是可以单独的去建立的 我们在这里面 在前面已经有一个问答了 看到了吗 把我们之前的推广的计划拿过来 SM培训 SM培训 然后每天的预算 50 那么它的移动出家比例 这个它跟我们搜索推广里面的所设置的移动出家比例的话是一样的 你也可以说是针对用户去搜索这个移动端在知道平台里面去搜索的 它的价格的话也可以设置高一点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有利于我们用户去搜索或者说关注在对比的时候提高一个转化 那么它的启用 一般这块默认的是启用 那么创意的展现是轮替 默认的 默认的 在这一块输入什么 SM培训 SM培训 课程 或者说机构 哪家好 机构 关于机构的 那么这块是它的出家 好 那么其余的我们不用管 直接创建 看到 这样的话问答 前面都有一个问答 我们在上传的时候 这一块变成一个什么样式呢 我们把这一块选择 点击确认 然后点击发布更改 好 看到了吗 这一块就变成这样 完成我们的推广单元 推广计划的建立之后 那么设置到是推广单元 推广单元的话就要设置一个出价 OK OK 你也可以选择批量 空水加A血血有很多个的时候 选择这一块 选择有文字替换 可以选择 前后就加入文字 前后就加入文字 那么我们批量操作呢 是在这个位置 选择 选择 选择推广计划 选择推广计划 你也可以输入什么 推广计划的名 最后的话在我们的桌面上新建一个Excel 新建一个Excel 按照我们这个格式 新增的这个格式 选择第二项或者第一项 如果我们选择第二项 第一项的话 那么我们只能在 问答-acm培训下面增加我们的推广单元和启用 增加1.0的一个出价 或者是说你设置其他的出价也是可以的 在这个位置输入的是什么呢 是信息的话就包含了我们的推广计划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格式是什么 推广计划 推广单元 然后启用 然后是他的出价 就是按照这个格式 在Excel里面列出来 然后剩下的就是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 那么附加创业呢 也是一样的 附加创业的话 只能增加推广的话 选择在这个位置输入 好 A信培训 然后这个是推广单元 然后什么 逗号 在英文情况下的一个逗号 然后是什么呢 产品 产品是什么呢 推广单元名称 A信培训 哪叫好 然后前面是什么 好像有一个问答 然后这块也有一个问答 然后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推广电话 推广电话的话是多少 然后是1592523565 好像不可以增加 不可以增加的话 那就换成我们的自己企业公司的电话 或者是说400电话 选择启用 这样的话比较麻烦 我们可以选择批量 可以选择批量 OK 你看一下增加这些图有问题 完成 这个就OK了 那么包括创意的话 也是一样的 选择批量更新 选择批量更新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按照这个格式来 看到吗 问答 按照这个来 答案 问答者 就是回答者 回答者不是问答者 我们在这块 把这个图结下来 不用解决 在这个位置 拉下来一下 然后 你也可以选择创意的推荐 创意的推荐的话 是在之前有默认展示的一些创意的情况下 它会有一个创意的推荐 看到这个了吗 我们可以选择这几项 是吗呢 这第一个是推广计划 第一个是推广计划 第二个的话是推广大约 第三个的话是什么呢 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提高问题的标题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答 还有剩下的是什么呢 回答者 然后是什么呢 是访问王子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默认的详情王子 就是写选择王子 然后还有什么 移动访问 然后还有什么呢 移动显示 然后选择启用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面先选择编完我们这个物料 推广计划是什么呢 ACN 如果你觉得你先建立了推广计划和推广单元 那么剩下的就是可以选择 像这种 在推广关键词这一块 好 我们选择返回在搜索推广这里面 好 稍等一会 在搜索推广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有个关键词对不对 OK 空垂加A缺血 这个太简单了 我们就不去讲太多废话 然后选择粘贴 粘贴到哪里呢 粘贴到这里面 我们要的是什么 要推广单元 好 复制过来 我们要推广单元 那么这一列 不要 把第一个删掉 然后我们要的是推广单元 那么就再选择数据 有一个叫单出重复项 我们删除的是壁列 壁列的话是推广单元 空垂 OK 这样的话 复制下来 我们只复制30个 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复制完成 粘贴到这个位置 但是我们这样去粘贴的是有一个什么的问题呢 只能选择一个 因为每一个推广单元 它要求的话是五个 要求的是五个 那么像这种怎么弄呢 我们在这块写 写了往下移 剩下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复制这个网址 把第一列给删掉 如果你明白的时候 空垂加A 瘸血 这样的话就是复制完成这两列 如果我们这些全部排满 那么就空垂加A瘸血像这种 复制 空垂加C复制 复制的话 粘贴到哪里呢 到这里面 问答 选择 添加 哎不是 这一块 创意这里面 选择批量 选择第二项 因为包含推广单元 粘贴过来 粘贴完成之后 选择上传 这个我们就不去举例了 比较简单 然后还有关键词也是一样的 可以选择批量 可以选择批量 OK 这些步骤 就是我们操作那些步骤 我们就不去一个一个的讲 我就不去一个讲 除外这个我们来谈一下 还有一个问题 在这里面有一个筛选的模板 看到了 我们在提交这个关键词的时候 提交这些创意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质量度 会出现一些状态 就是说这个暂停推广 或者说审核不通过 首先第一步要选择下载账户 在这个位置选择下载 下载完成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账户是哪里出现问题 可以选择暂停推广的 补育推广的 这些全部雕出来 挑选出来 挑选出来的话再去处理 然后还有什么呢 有物料的 验证的 下载错误的 然后本地没有发布的 本地没有发布的 也可以选择 新增段是哪些 也可以选择更改过的是哪些 也可以选择删除 删除过的哪些 那么选择上车更新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 可以删除重复关键词 有时候我们在这里面 去增加这个关键词的话 有一些是重复的 你可以选择质量低的 展现低的 质量度低的 转化低的 这些关键词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删除处理 重新添加有用的关键词 这个的话 它的价值 我就不去讲重复 在这个位置可以选择什么呢 不含推广单元的 或者是说不含 关键词 或者是创意的这些 推广单元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去增加 这个推广单元 里面的关键词 和创意的这些 都可以去挑选出来 然后再去增加 关键词选择工具 在增加关键词的这个位置 看一下 在这里输入ACM培训 或者是说 输入一个词根 它会为我们挖出 很多很多的关键词 看一下 SEO与ACM哪个好 ACM是什么岗位 还有一个是ACM的公式 它的排名 还有什么是ACM培训 ACM推广 这个的话是对这个 有一些不是很了解的 去增加的这些关键词 那么我们的课程就讲到这块 虽然课程比较简单 我们的话还是 建议你们多去操作 多去熟悉 多去熟悉 多去熟练一下 好了 那么本次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学习 拜拜